大家下午好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中科国研再生一局 每周六的细胞知识课堂 上个礼拜和大上个礼拜 我们分别讲了免疫细胞和钙细胞通识课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细胞行业 还有一大类比较重要的产品 那就是钙细胞的衍生物 我们称之为外密体 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很有人性了 很多人说外密体 啥叫外密体呢 中文向外分泌的小体 是不是很简单这个词 中文厉害吧 这要是用英文它叫Axosomes 你要是没学过专业 可能还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 用中文一说就知道大概是啥东西 向外分泌的小体 哪来的外密体呢 是咱们兼充干细胞分泌的外密体 那么看这个图 背景图是这样的 大球子是不是啊 远处还有更多球子 这球子 就是外密体 当然了它是把这个表面的凝脂分子 它用带颜色的给染出来 实际上是透明的 那么这些球它其实是泡 一个一个的泡 这个下面是个完整的泡 上面这个是个解剖面图 就看到这个泡表面有一堆黄色的东西 这些都是蛋白质 然后呢像这个 像这个一条一条这个 这是矿盘蛋白的 往往是四次矿盘蛋白的 然后里边你看一团一团这个东西 这个蓝色的看到 这是蛋链的二人类分子 核糖核酸蛋链 黄色的这个 像中间小梯子似的 这是双链的地类分子 这个球子或者叫泡 它表面有一堆蛋白质 内部还有一堆核酸 但是内部也有蛋白质 内部既有蛋白质又有核酸 它的本质结构是这么一个泡 这个泡的B 就这个外面的一圈B 你看 这是磷子双分子层 利用磷子分子 它一头清水一头输水 形成这么一个像的水像和油像之间的这么一个结构 一个稳定结构 我们称之为膜 就是细胞膜的膜 细胞膜就是这个结构 所以说这个外密体 细胞分泌的小体 它其实就是用细胞膜包裹起来的一个小泡 里面包的不是细胞的东西 它不是个细胞 细胞是有细胞核有细胞气的 它很没有 它里面只有一些蛋白质和核酸 当然了它表面有各种蛋白质 跟细胞核酸是一样的 这就是外密体 而这个东西它比细胞可小多了 大概是千分之一左右的时分 千分之一 那么这个封面图介绍完了 现在说说正式的内容 那么本课呢分成四个章节 首先讲讲外密体通识 总之就把外密体的东西给大家收进去的说一说 然后讲讲我们中科文言的两类外密体产品 一共是两种产品 然后就是外密体有功能的证据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叫案例 当然各位熟悉我的情况 这个我是不会讲什么张先生王女士那种案例 那种不符合我们这个课的调性 我们讲的案例是科学文献 SI文献的案例 之后呢是外密体的培养分离纯化鉴定等等 这些技术相关的东西我交代给大家 大家知道这个行业外密体都可以怎么进行纯化 那么开始啊先说外密体同识 啥叫外密体呢 英文叫Axosomes 向外分泌的小体 Axos向外 脏子小体 那么这个东西它的本质是个啥呢 其实是一种细胞外的囊泡 英文叫extracelular vesicles 啥叫囊泡各位 泡各位都知道 吐个泡泡肯定都知道 用弩热泡过去了一个空间圆形的 这叫泡 那啥叫囊泡呢 囊 从中文来说 是不是能装东西的容器 所以说这个泡它是装东西的泡 它不是个空泡 所以说囊泡里边一定有东西 所以外密体的本质是一种细胞外的囊泡 不是细胞内部的 外部的囊泡 那这个外部的囊泡 所以叫EV 它有三种 E种就是我们现在眼界的微米体 尺寸是30到150个纳米 那么它的特征叫 胞粒多泡体起源的分泌囊泡 这一会儿我会讲啥叫胞粒多泡体 第二种叫V囊泡 比这大 一百 刚才有重合 一百到一千个纳米 比较大的 这叫出牙方式起源的囊泡 叫V囊泡 然后呢 还有一个雕王小体 细胞雕王 细胞雕王 就是细胞死亡的过程 细胞其实有这么几种死法 一个叫雕王 雕王呢 就是最正常的死法 然后还有一种叫坏死 坏死的是细胞母的都裂了 里边东西一下子散了 散落一地 那不是一种正常的死法 最正常的死法就是雕王 雕王是什么 细胞死了之后 把自己的死尸啊 分成一块一块 装到塑料袋 垃圾袋 有垃圾分类 不能把尸体往里一扔 开上厕度 到处撒 那不行 不符合身体的环境要求 那么符合妖子就是 细胞死了之后 把自己大些八块 每一块用塑料袋 或者说我们说 用膜把它包裹起来 成为一个小体 这叫雕王 这样才能够环保 这些小体最后 都被巨石细胞 粒细胞等等 免疫细胞清除掉了 而我们现在就要讲 啥叫外面洗了 先讲雕王号吧 它比较好理解 你看这是一个细胞 它呢 有一种过程叫出芽 它首先把细胞额呢 形成这么一个 就像我们都见过塑料袋 是吧 我用这个纸巾来做个比喻 你看这纸巾 它出了一个尖 是不是 我把这一裹 这纸巾 它就算了 这个过程就是出芽 各位能力吧 这揪一下 这就是出芽 从这个细胞里出了这么一块 然后它揪下来 这个根部细胞膜融合 就使用这个独立的炮 这叫出芽 出芽 过程产生的囊炮 就是微囊炮 它不是外面体 而现在就说了 外面体它要包那多炮体起来 首先 得是细胞额上凹陷一块 凹陷完之后呢 也像刚才那样 边缘底部融合 形成一个在细胞内部的这么个炮 这叫内体 内化的小体 这个内体一开始是空的 但是它呢 这个膜是什么膜呢 就是原来这块细胞膜 细胞膜有啥蛋白 这内体上就都有了 然后这个内体到细胞内部了 然后它呢 又产生一次凹陷 又往内凹陷 又往这个凹陷之后 你看细胞质里的物质 就通过这个凹陷 装载到它这个内部的凹陷里了 然后凹陷底部再往后 形成一个独立的炮 进入这个内体内部 那么这个内体就是大圈套小圈 各位理解了吧 大炮套小炮 它里边这个小炮 就是刚才用细胞质里的物质装在里面 就像饺子里的包馅儿去 饺子里放点馅儿 底部融合 然后形成一个一个小炮 这个套着小炮的大炮 或者说它变成这个了 它就叫包内的多炮体 细胞内吧 它里边有多个小炮 所以叫包内多炮体 英文叫MVB Multivascular bonus 然后这个里面这些小炮叫啥 叫ILV 它叫管腔内多炮 intraluminal vesicles 然后这个大炮套小炮 这个结构就叫包内多炮体 这包内多炮体呢 又在细胞骨架里牵引下 细胞里面其实是有骨架的 不是说像游泳石在随便飘 里边哪个炮哪个细胞器怎么走 这都是有讲究的 在这个细胞骨架牵引下 它来到了细胞边缘 来到细胞边缘 这回就不是凹陷了 它细胞骨架 它俩融合了 就把这个李子给反过来 像掏兜或者这些 口袋 把这李子给它翻出来 这么一翻 它里边这些的小炮 叫ILV管腔内膜炮 就都抖到细胞外去 这一下子就可以把这里装了 一大堆炮 在一瞬间同时释放 它可不是一个一个释放 刚才讲的 出炎的这种形式 就是游泳炮的 它是一个一个往出出 但是咱们外面体 释放出一翻的瞬间 就包内多块体 就一翻 一瞬间释放出大量外面体 这种过程 这么费事 先内品 先凹陷进来 再往里装东西 从外部往里装 从这个火火 往里装 装完东西 形成管腔内膜炮 最终成完整的包内多块体 这个三个炮 这个不是真是酸的 是代表多的意思 可以相当相当多 然后再跟西伯罗罗一融合 一下子释放着 或者叫吐出来 血明叫分泌出来 那么这个过程 形成的这些小炮 就叫外密体 30到150纳米 这个位置写的不对 是150 那么这些外密体 以这种复杂 废室的过程 形成的这个 像包外分泌的小体 就被称为外密体 这是生物学上 一个严格的定义 那么这个外密体 它是干嘛用来的 各位 我们都是多细胞生物 是吧 人体有多少细胞 40到60万一个 就一个人 这么多 那这么多细胞 它肯定不平等 各有分工 是吧 那各有分工的话 分工协作 那就需要沟通到中 是不是 我们人类社会 不沟通 怎么分工协作 你干啥我干啥 大家得知道啊 那么细胞之间 分工协作 它也要沟通 但是细胞一没眼睛 二没嘴 三没耳朵 所以不能通过我们宏观个体的语言 或者手势等来实现沟通 它就通过这些泡泡 这些泡泡啊 它里面是装载物质的 装什么物质 就代表了和其他细胞之间 沟通的信息是什么 这些物质就是信息的载体 这些物质可以是蛋白质 可以是核酸 甚至于可以是脂类 细胞里面上都是脂类吧 那么它靠这种信息传递的方式 就实现了细胞间的沟通 那么外面体其实就是细胞之间沟通的介质 就是语言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细胞间的语言 那么它一是物质交外 二传递信息 所以这就是外面体的作用 那么第一篇说完了 那么看看第二篇 第二篇呢 其实就是外面体的基本信息 你看直径30到150 这个范围内 然后是来源 刚才我讲的 外面体是细胞间沟通的语言 是不是什么细胞都需要沟通 各位 哪个细胞都不是独立 都得跟别人沟通 那就有个情况 什么细胞能分泌外面体呢 所有细胞 只要这细胞是活的 死了可能就不分泌了 那么活细胞就一定要分泌外面体 是个细胞就分泌 可不是只有干细胞才分泌 各位一定要弄清楚这事 他当然也就能摄取 能分泌就能摄取 能说我就能听 摄取是听别的细胞系号 我往外排放是给别的细胞系号 互相的沟通是双向的 数量我就不细说 十四次网克 这么多 平均每个细胞产生一千多一万块余 就是平均算算 有些细胞多 有些细胞少 有的沉默寡言 有的淘导不绝 那么分泌 有细胞的地方 它就得有万一体 有人的地方 你能听到人说话 所以呢 它就分布于所有 社会组织内 各种液体 体液 和各种组织 都有万一体 最后 它有个特别重要的性 叫意志性 意志性 意志性其实更好理解 那每个人说的话 每个人声音声调都不同 每个人用词措辞不同 每个人思想也不同 说的话自然不一样 那更何况 还有不同国家的人说不同语言 是不是 所以每一种细胞分泌的外面体 肯定都不一样 同一个细胞不同时间 不同空间下 分泌的外面体也会不一样 那么这就是它的意志性 那这里边外面体的尺寸功能 成分都会差异 那么再说 这外面体寿命可以很长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免疫意志分子 比如说你看这pdl 这是癌细胞分泌的外面体 或者是免疫条件细胞分泌 外面体上带这个 它就不让其他的细胞把它消灭 那么所以外面体的寿命 可以超级差在体内 那么这个意志性 其实是最关键的性 很多市面上都在宣扬外面体 是吧 但是你得看看它是从哪来的外面体 如果说是癌细胞分泌的外面体 我收集起来的 各位 我脸上是什么效果 没有啥好事 癌细胞的功能是免疫抑制 同时促进癌细胞的转移扩散 还有气息 还有一类细胞 比如免疫细胞分泌的外面体 如果它是正在对癌细胞展开攻击的免疫细胞 这个状态的免疫细胞 它分泌的外面体有啥用 然后把癌细胞弄死 谁斩上谁死 就像流缩一点 所以说 免疫细胞分泌的外面体 你也不能当干细胞分泌的内容 而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是再生医学 再生医学就是让组织再生 让器官修复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那我们当然就不能用癌细胞 不能用免疫细胞分泌的外面体 非常讲究它的来源 这些就是分泌的视级图 这个是真实图 这就是电子显微镜照片 外面体分泌的瞬间 长啥样 这是真实影像 不是画的 然后再说说 当天其实讲过了 行程和释放 我就不重复了 首先内体 然后从这里装载 在内凹的时候 你看这是蛋白质核酸 装载 这是母格上还有母格蛋白 最终胞磊多泡 这个ILP管腔内膜泡 它表面也有蛋白质 内部有核酸也有蛋白质 就形成这样的泡 最后形成很多之后 再通过细胞部件 胞内多泡体和细胞膜融合 再外翻 把这些管腔内膜泡 原来的管腔内膜泡 就是后来的外面体 都一下子倒过出去 这就是分泌 这就是外面体的形成过程 至于它里面这些产物 这些装载的货 都是细胞质 高尔基体 内质瓦合成的 细胞质也合成的 各种不同的RNA 还有DNA 还有蛋白质 都顺着装配现场 通过内凹的位置装载进去 里面有一个这个位置 有非常复杂的装配机制 就像我们港口那些吊车一样 有一粒蛋白质负责装载 分血和装配 很复杂 然后再就是说什么呢 外面体的摄取 刚才外面体是排放 就是说话 那听音怎么听 听音就是有四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 是直接外面体和目标的细胞 左边是释放外面体的细胞 分泌细胞 右边是接收外面体的细胞 接收外面体的细胞 接收外面体细胞 首先通过外面体和它螺络合 把它内部的细节 一股脑释放进去 这是第一种形式 比较好解释 叫Fusion 第二种 外面体的下游细胞又形成了一个内线 形成一个内体 把外面体装到内体里 内体就是内部的泡 然后再往里面走 通过细胞股架 内体一个封闭的泡 里面装了很多上层过来的外面体 它在慢慢一个一个缓释的情况下进入细胞室 再融合 这也是一种形式 另外一种就是外面体 它不是细胞被动接受 而细胞主动出击 你看长出来两个手去拥抱一下 上来的时候搂一下 外面体在那儿 把细胞运维给搂进来 这个形式 所以搂进来这种叫吞噬 它主动出击去吞噬这个外面体 然后最后一种形式 外面体不是跟它融合 外面体膜上不是有蛋白吗 你看小黄的方块 紫的三角 这是膜上的蛋白 因为外面体的细胞膜 起源于细胞膜 然后细胞膜上有蛋白 它上去有 它有些后来往是猪胺带的 那它在膜上这些蛋白 它就能有作用 和我们下游细胞表面有些蛋白质受体 这叫受体和配体的结合 这个受体和配体结合 启动了一个分子型号 从这个配体缓载一个分子型号 让下游细胞有各种不同的食物的功能 那么这个就是通过母热蛋白和母热蛋白的结合 就产生一个激活动 其实没用到泡里的东西 只用到它抹上的蛋白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用法 外面体的用法 或者叫社群的方法 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费事 我直接分泌一个可容性蛋白过去 不也能实现吗 确实也有 但是因为有外面体存在 这个蛋白是长在它膜上的 那么这个蛋白就不容易被组织空间内的蛋白没降进去 所以它起效时间就长了 同时它可以帮育碗抽入运输 这就是为什么要以外面体骨热蛋白的形式 来实现这个受理配体的结合 因为一保持气场 二作用时间育碗 作用距离远 这就是它的四大摄取方式 然后它就说说成分了 那外面体它相当于啥 相当于一个快递包裹 各位是不是这样 你看这不是快递包裹 虽然说我用的是瓶上的东西 但是有包裹在 它的保持气场 不容易损坏 往远输军包裹 那么这个包裹里面装的啥东西 那就很重要了 决定了它的功能 那么它有这么两个 一个是内部的 一个是膜上的 那先说内部 内部的首先是蛋白质 可动性蛋白质 就是生长因素 有系号传导因素 有区化因素甚至 还有免疫条件因素 还有各种蛋线维等等 都是蛋白质维种 那么还有一类叫核酸 核酸是啥呢 mRNA 是新式RNA 它直接翻译成蛋白质 还有一个叫mir 这叫microRNA 叫微小RNA 缩写mRNA 这个东西很厉害 它能启动一个天然的 就是相关于RNA干扰基础 它能把下游的别的基因的mRNA 给中和掉 因为它虚核正好跟它互补 一中和 那原来那个基因mRNA 就都被淡掉了 所以那个基因等于被沉没了 所以mRNA效率极高的沉没某些基因 跟它虚核只要互补的基因 只要它一进到细胞质量 全都干掉 所以说这种沉没机制效率极高 它可以把一些抑制生长分裂的基因 沉没掉 那细胞就开始生长分裂 激活下游的细胞去分裂 激活的是谁啊 能分裂的都是干体 所以说这类外媒体 它有这个抑制生长分裂的基因 把它沉没掉 就可以让下游细胞开始分裂 那就会产生组织在上 然后当然还有绿胞质量 然后外媒体膜上 主要就是刚才我讲的生长因子 它是受你配品存在的膜上的蛋白 你生长因子啊 雕王因子 雕王因子有什么样的 就是免疫细胞 分裂的杀死来细胞的那些因子 还有免疫调节因子 比如干细胞有免疫调节功能 能压制过度或者是错误的免疫反应 那些炎症 就是靠这个免疫调节因子去压制它的 当然了这个还有这个膜生成蛋白 就是我刚才讲的 港统的一些钥车 那些装配的这个机制 还有矿膜蛋白抗免 纸类 抗免也是在这里 就是引起免疫反应的蛋白 纸类最好理解了 这膜本身就是纸类构成的 膜的技术就是纸类 蛋白是上面点缀的一个一个小东西 那么再说说这个外媒体的有啥功能 它功能可太多 它就相当于是一套语言 那语言你说好话坏话 当然各自有不同的功能 那么这里边它会参与细胞的增值与分化 这个就是我们组织再生的时候用到的功能 让细胞增值就让它分裂变多 分化让组织形成 皮肤也好 骨骼也好 脂脏器也好 神经系统也好 都是增值与分化 那么第二个 有转移与侵袭 那是跟啥有关 那是跟癌细胞有关 癌细胞分泌的外媒体就是促进转育的侵袭 细胞凋亡 我们让癌细胞死的 把它弄死 那是让它凋亡 让它死亡的这些外媒体 血管生肖 那也是跟增值与分化相关 让血管再生了 也是我们干细胞让组织再生 外媒体起到的功能 代谢调控 整个这些其实都可以归类于代谢调控 然后免疫调节 另外蛋细胞的免疫调节功能 也是通过这种外媒体实现 最后炎症化 免疫细胞发炎 那也是通过外媒体实现 什么前日接触 什么白细胞接触 大耳术等等 也是通过这个 最后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 你们能不能想想这是咋的 各位看这个外媒体 长得像病毒了 看过新冠的实际图 新冠肺炎一个圆球 长一堆织胀出来的小棒棒 你看这外媒体这些 不都是织胀出来的小棒棒吗 各位新冠病毒就是一个外媒体 它具备外媒体的一切材料 它里边有核酸有蛋白 表面有蛋白 还是细胞膜 那膜就是细胞膜 人的细胞膜 所以新冠病毒或者乙肝病毒 所有这个有外边有膀膜的这类病毒 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外媒体 而这个外媒体是哪来的呀 就是活的细胞分泌出来的 那新冠病毒一个细胞感染 它制造了一堆病毒 然后排放出来 让别的细胞感染 是不是 就相当于是把这个东西排放 它也是外媒体 所以说有相当多的病毒 它就是以外媒体的形式存在 不是细胞相关分泌的小体 所以病毒感染也是一种 现在对外媒体 是不是有更亲切的 更直观的认识 咱们有个熟悉的东西 那抑制性 就是我刚才讲外媒体 最重要的一个特性 首先大小不一样 有大有小 不同内容装的东西不一样 功能可能也不一样 但其实最重要的是来源不同 这就好像真的就像语言一样 你看我说话 声音大的 声音小一点 大小不一样 内容误会 我这句话说的是好话 还是骂人的话 那自然内容误会 那起到功能就不一样 我夸你 我骂你 那肯定功能就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外媒体就跟真的可以和细胞间的语言 这样来类比 然后咱就说说咱中科学院 再讲这种外媒体 刚才说的这个外媒体的基本 大家有没有不理解之路 先问一问 再交流一下 想想有没有问题 大家请说 有问题吗 各位说一说 请说 它这个外媒体能不能把它理解成 它就是一个分泌的一个因子 它是分泌物 不能说因子 对了 因子 我展开说一说因子 你看我这不是假的生了因子吗 对 很多人就是曾经我B站的粉丝在评论区问 说你这个生长因子 氮细胞分泌的生长因子和微米体 它的起作是靠上面的生长因子起作用 让组织在生 他说你这生长因子不就是激素吗 其实生长因子不是激素 它和激素的区别是 激素一分子量比较小 激素也可以是蛋白症 激素它应该也不能称为是一个因子 激素不能称为因子 我现在讲什么就是因子 因子就是factor 是信号蛋白症 首先因子一定是蛋白 其次激素其实也可以是蛋白 但它也可以是内部醇 也可以是其他的小分子物质 它不一定都是蛋白的 而因子作用于近距离 细胞和细胞间近距离的传实 就像我喊一扫的话 我不可能一下是北京人 我现在跟广州南沙 是吧 但是你要是激素的话 某个县就是甲庄县 分明的东西 你全身任何地方 有血液的地方 都能感受到甲庄县的激素 南沙发一条微博 发一条信息 可能是北京的人看出来 激素是全身作用的 是远距离作用的 而因子主要禁止细胞间的沟通病 它们的作用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因子 它其实是一定是蛋白质 蛋白质它长的细胞 你看这些就是鲁上的蛋白质 这个其实是矿木蛋白 但是这个可以是因子主要 这点没画一个像样的原因 这个也是不能理解 因子是细胞间之间沟通的 当然在外密体的情况下 它也可以运输得很远 但它主要作用还是禁止细胞 这是一个因子 而还有一类因子 就是可溶性蛋白质 它是不与外密体为栽体的蛋白质 没有外密体 它就分明于空间里的可溶的蛋白 很小的蛋白质没有泡 只有货没有包装盒 这种货它当然也有自己的作用距离 比外密体要短 同时它容易被叫进 这种时间也多 这就是因子和外密体的区别 还有别的问题吗各位 那边睡觉在 有没有问题 想想 没有啥问题 之前说过一次外密体跟我们平时日常互动面部有什么区别吗 上次高部也说了这个 一会儿我再重新解释一块 解释你的问题了 一会儿我解释 那咱这第一部分 咱就过了 外密体的基础知识 或者叫通识 那么这个通识 其实我都没讲到咱们具体的产品 咱们具体产品当然不是任意细胞的外密体 所以说我讲干细胞的课就是用的这个 它讲的是期待坚重症干细胞的外密体 那么这个坚重症干细胞 它是通过归潮作用来到局部 然后通过释放外密体和生长因子 可动因子 让我们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干细胞 我们换成自己的干细胞去分裂 而不是我们坚重症干细胞去分裂 这是它提供的过程和原理 那么它就是通过释放可溶性蛋白引毒 或者是泡泡形式的外密体 就是2泡泡 它来到嘴上的局部 开始2泡泡 就让嘴上局部原有的干细胞去分裂 要么是特异性干细胞 比如神经 比如胰岛 比如肝脏 比如肺 或者是让血管内皮细胞 让血管再生 或者是让橙纤维细胞再生 它可以生成细胞外基脂 这个细胞外基脂可以是皮肤 也可以是骨骼 这就是脐带坚重症干细胞起动的原理 那自然就是通过这个外密体为主要的形式来起作用 所以我们既可以使用脐带坚重症干细胞 用这个活的干细胞来实现我们的效果 也可以直接收集它的外密体 就不用细胞了 我们用外密体也行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再生因子质迹 就是让再生因学生效的这么一种质迹 那么这就相当于啥呢 这是奶牛啊 天天给人传奶 我们这回不给你牛 我们把奶收起来给你送过来喝 这就是这么一个类定 那么我们这个产品用的是P4代 齐带介绍的概念 不是P3代 P3代是我们治疗的时候用的细胞 是P3代 它的活性比P4代高 但是它在体内的时候是会传奶的 它会继续分裂 它就相当于变成P3代之后的细胞 那么那个细胞才能发挥最大的分泌作用 那么我们P3代在使用的时候 它活性最高 但是它到体内是要继续分裂才起作用 所以我们要想获得最好最多的外密体 那就不能有P3代 就对不对 再传一代 到P4代的时候才能得到最多最好的外密体 所以我们用的是P4代齐带介绍干细胞的外密体 那其实上次我讲干细胞的时候 没有讲到P3P4代的区别 这个其实就是细胞分裂过程中 我们在细胞培养过程中 传代到第几代 用第几代的问题 这个细胞啊 如果你想大幅降于它的成本 你不考虑质量的话 你传到P100代 1000代都起来 它可能还能传 还是干细胞 那你一验各种上面的表明标识 还是干细胞 但是火星就没了 那不可能有 是不是 肯定都是老花退化了 那么我们为了保证它火星 就尽可能让它年轻一点 那P3的细胞 就是使用的时候 这个是效果最佳 那么外密体是P4的最好 但是有些人说呢 这P3P3你咋鉴定啊 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有痛点 没法就给你个细胞拿来了 反正你检测的是第几代细胞 很困难 是没有办法在之前 但是我们中科学员 在这个方面 已经公安有所突破 我们即将在不久的将来 推出一套新的质量标准 我们能检测出P3还是P4 能有爆爆 百里P4告诉你这就是 那么这个技术目前不能透露 因为这是我们对行业标准的一次升华 我们来执行这个标准 这个技术呢 也可以理解为过于先进不变展示 用的是目前声音科学最先进的前演技术 来实现的 那这个就是题外话 那么这是我们最常规的P4 但是这个外媒体 现在我就说到了 室面上好多外媒体 有几十块钱的 几百块钱的 几千块钱的 那么它们有啥区别的 首先呢 这个外媒体的细胞培养过程中 分泌到伤性液 什么叫伤性液呢 我们这个坚重生肝细胞有个特征 它在细胞培养的时候 是贴在底面上身上 它一定要贴壁 你不管是什么容器 它一定要把这个底面 在重力的动用下贴到底下 它老老的抓就不放 因此你哪怕晃动它 它都不会飘起来 所以说培养干细胞的时候 它的培养液 一直上面是清澈的 细胞不会脱离底面 而且抓得很牢 所以细胞排放的外媒体 都在这个液体里 我们只要轻轻一动 就都出来了 不用把细胞紧动 所以说 获得外媒体的第一手办法 就是上情液 所以很多业内的商家 或者厂家 他们就直接卖这个商情液 它当作外媒体 但其实这里边 它是有外媒体的确 是在这里 但是它没有经过提纯 里边有很多杂质 特别是培养基层的高糖 它有一些生上英子 总之它不是纯通外媒体 它里边杂质很多 这些杂质 养细胞没关系 因为我们细胞给患者回溯的时候 是要清洗的 把它都洗掉了 但如果你把这个上情液 直接拿作当作药剂 给人注射 那是不行的 因为它这个培养基层的 会引起过敏 木耳直接往脸上打 很多美业的人 拿那个上情液 想往下面扎人不行 只能潜挡 为人导入或者是摩 摩表皮上没事 它进不去就不会引起过敏 那么我们这个P3密体 可不是上情液 这是经过纯化的 后边第四章节 我会讲到这个纯化的基础 我们这个P3密体 是纯化的高倍浓缩的慢密体 它首先把培养基的那些不好的引起过敏成分 全都滤掉了 其次它的浓度比上天液高很多很多倍 具体多少浓度 因为技术财富我就不泄露了 然后这是P3密体 它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用于皮肤 以及部分关节腔或者肌肉疼痛使用的 这个是P3密体 然后第二大类产品就比较牛了 这个是国内就我们有的 这个东西叫X-echosomes 或者叫X-秘密 它其实是X细胞的外密体 什么是X细胞呢 它是人类胎盘抵退膜来源的母系兼充之干细胞的外密体 这够长吗 但是是不是不难理解 人类胎盘来源的 啥什么来源 抵退膜 然后母系的兼充之干细胞 它也是兼充之干细胞 但是它来自于母系 不来自于孩子 那么就说说啥叫抵退膜 那这个是个胎白 这是怀孕的一个施忆图 这个膜 最里边这层蓝色的叫羊膜 这个羊膜里边装的液体叫羊水 羊膜再往外一层叫做绒毛膜 羊膜叫amniotid 中间这层叫绒毛膜 叫corionic 这个是绒毛膜 最外边这层叫decider 这个膜叫抵退膜 叫退膜 不叫底部叫退膜 最顶上这个 这其实是底部 这是底部 贴进母体这一边 这一层叫做底退膜 这个bacillus 是底部的退膜 这一层 它有上面的退膜 而我们在收集胎盘的时候 由于出生这些膜都要破裂 我们收集上面这些不容易收集 只有胎盘贴着母体这一块 它比相对比较完整 比较好获取 所以说我们使用的是 这个来自于底部的退膜 就叫decideral bacillus 这个东西就叫底退膜 最外边这层来自母体 中间这层叫绒毛膜 来自孩子 跟孩子基因一样 里边一层羊膜 跟孩子基因也一样 最外边一层叫退膜 跟母界基因一样 这就是这个细胞的来源 各位是不是挺有意思 以前没听说过 你说 那就是说底退膜是不属于孩子的 对 她属于她妈 她妈是吧 对 孩子她妈 她妈的这个东西的话 不是这个有点霸装 她妈妈的这个东西 那跟她妈妈的生体情况是不是也是一致的 是 那假如她妈已经四十岁了 生了这个孩子 这个也四十岁 那她的几任务 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我现在就讲 为什么她妈的这个细胞更好 嗯 那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起了 这是啥时候啊 这是囊胚结了 是 还没分成 这好像已经分藏了 还没有形成圆肠灰 这个就叫刚刚灼床 这个时候叫 上哪儿灼床啊 上子宫内膜上灼床 嗯 子宫内膜原来有一堆 这是子宫内膜细胞 它们不是干细胞 但是里边有间通质干细胞 啊 那么这里的一灼床 你看这个受精卵啊 它肯定要分泌一堆物质吧 它分泌这一堆物质 就刺激了这个子宫内膜细胞 这些内膜细胞里的一部分细胞 它可能是间通质干细胞来源啊 就受到这个 这个受精卵的排放的物质的刺激 它就发生了诱导 它就退化变成了 间通质干细胞这个级别的多能干细胞 相当于是天然诱导出来的多能干细胞 听说IBS嘛 人工诱导 咱是天然诱导 那么就这些 这些的细胞 它们未来就会变成胎寒的退母 啊 离着最远处 最远处这一块 就是底部的退母 那底退母 剩下的是外边的 啊 那么我们收集的其实就是这些 这一块的这个 这个 这个子宫内膜细胞 诱导出来的 这个底退母干细胞 它呢 后来长成胎寒 啊 这个从这儿收集来的 那这个细胞在胚寒发育中有啥过程 就是有啥用呢 我们在实验中发现了 体外受精这个事儿 这个已经有很多时间了 是吧 十碗一碗 那做十碗一碗的时候 如果说受精卵获得了 还在那培养品里一直长 不把它移植到祖宫上 不让它着床的话 这个受精卵长着长着 就矮变了 它就变成一个肿瘤了 它不会变成孩子的 它一定会变成肿瘤 那为什么躲床了 这个受精卵 未来就变成孩子 不是肿瘤呢 就是因为有这些母亲的退母干细胞在 它们不断地像这个胚胎 像孩子这边分泌它的各种因子 其实就是外面体 各位 吐泡 像这个胚胎吐泡 分泌外面体 来诱导这个胚胎发育中孩子 并且不让它变成肿瘤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功能 退化蛋细胞 第二功能 诱导胚胎发育 让它正常发育 分泌的都是诱导细胞生长分裂 并且是正常生长分裂的这些肿瘤 这是第二功能 第二功能 这个胚胎进到母亲体内的时候 被子宫那会儿都包包起来 长到这里 它是啥 它是个义木 孩子基因跟母亲肯定不一样 我上次讲免疫学标签的时候 HLA 软板细胞抗原 跟母亲肯定是不一样 这里又有血管 血管才丰富呢 会给孩子共用营养 血管很丰富 那免疫细胞就会很丰富 那免疫细胞来把孩子干掉了可打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抵腿膜 这个退膜干细胞们 他们又发挥了一大重要功能 还记得干细胞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免疫调节了 它就可以让免疫细胞们消灭消灭 这是我家孩子 你可别吓我 这不是细菌 也不是肿瘤 所以这些个退膜干细胞们 他们免疫条件能力极强 可以让来到这儿想要执法的免疫细胞都消灭下去 什么NK 转换NK的性质 把他杀伤性 给他感性分泌性 这都是文献证实的底皮膜干细胞的效果 T细胞都会消灭消灭 别让人执法 所以他是保护胚胎和后来的孩子 免受母体免疫系统的攻击 所以说这个退膜干细胞 免疫条件能力极强 那么就你刚才说了 这母亲假设是26岁是个孩子 26岁的干细胞 孩子是0岁的干细胞 是因为出生的时候算负1岁 这个干细胞 这个干细胞 谁活性强啊 那肯定是孩子的活性强 但这个活性你要怎么界定 孩子的细胞活性强 强在哪 强在分裂能力强 强在分化能力强 它一个变两变四的 四变八的 并且变成不同组织器官的能力强 它可不是强在对外分泌这个功能 而我们使用干细胞的时候 我们主要用的是一体干细胞吧 包括这个X细胞 这也是一体的 是来自某几个母亲的 不是跟你家有系纹关系 它因为表面也没有练细胞反原 确实一体使用不会排斥 但是它分裂能力确实不强 只不过它的分泌能力 释放外面体的能力 那可这是强到没边的 比这孩子的细胞 在这方面要强得多 所以说用母体的钙细胞 我们利用它的分泌能力远远强于 这个孩子的钙细胞的这个能力 那就有利用可利用之处 是不是 我们利用就是母亲钙细胞 它这么超强的分泌能力 因为它们确实分泌能力不强 它也不怎么生长 长得胎盘才多点东西 主要功能就是分泌外面体的功能 所以说来自这个母亲的 它推门干起来的外面体 质量更好 数量更多 它对于组织生量发育 促进消炎 甚至于抑制肿瘤 都有显著的效果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类 叫X-MM 那这个产品 我们是以动干的形式存在 一会儿最后一节 我们讲到动干的外面体的这个特征 其实是要损是一定的火性的 但是可接受 因为动干我们是损失的一种火性 但是呢 我们由此带来了保质期的大大演唱 运输的大大便利 所以是值得 那么这个就是X-MM 它的主要用法 当然了面部使用也行 这个关键圈 我就圈圈刚打 我可能是今天下午也会打 就是我的关键 我是这个风师嘛 二别人也没办法 穿的少多年 这个 用这个 打过节枪可以 也可以打风支卷 打各种穴位 肌肉疼痛的 和肌肉疼痛 哪个器官局部需要修动的 都可以把局部打 这个抵推膜来源的X-MM 这个X-MM 确实 这个效果要优于 齐带结晶症干潮的 那么这个产品就大致介绍到这 有没有问题 请说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 是不是可以跟坚重性干细胞结合来用 可以 这些产品都可以互相结合 如果这两个结合来用 不就更厉害了 是啊 就相当说这一个 就像你刚才讲的 它是有非常强大的分力的功效 另外一个呢 它就自身的一个裂变的能力 比较大的 对 这两个结合 对 就相当说一个潜力很大 一个能力很强 对 可以这么理解 不知道 对 人家这个分泌能力确实高于齐带的结合 对 还有别的问题 它跟那个P4的那个 数量和含量的程度标准是一样的吗 程度标准不一样 不一样 它这个是技术信息 不能写的话 不好意思 还有别的问题 你再跟着 还有别的问题 还有一个 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技术 这些我们能展示的都是成熟技术 应用很久了 对 应用很久了 那我就接着下一章节 外媒体公众的证据 案例啊 各位 不是张先生王女士 挺现的 来看看啥叫真正的案例 这 全是字 全是英文的 当然有篇图 那第一个证据说的是啥呢 这个坚冲氏干细胎的问题 它不是期待的 它是用的骨肥的坚冲氏干细胎 它能挂向表断器官 实现这样 这个案例是指的 本来是治这个新疾患 新衰炎 然后呢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 坚冲氏干细胎进入血液之后 肯定第一步到肺 因为肺的毛血管细 坚冲氏干细胎容易在这堵车 所以说一开始复几道肺 但是呢 这个实验是在时间上精准地把控了 并且是通过染色 适中 那么当干细胞集中在肺的时候 它没有转移到全身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的作用在心脏就是体现了 人没去心脏 然后心脏居然作用体现出来 那说明什么呀 细胞虽然在肺了 但是外密体分泌出来 顺着血液一跑到心脏里去 而且是靶向的 刚才其实我有一个点话说了 外密体啊 不是说我这来干细胞 它分泌的泡泡 是的细胞都能接受 它都是靶向的 它必须表面的配体和受体结合上 这个下游细胞不是什么细胞都能接受外密体的 这外密体上就包括内吞进来 或者是外面去摄取内来的外密体 它表面都有配体受体结合 钥匙放配上 说这是我应该接受的外密体 这包裹上写的是我名 我才拆包 不是什么外密体 什么细胞都接受的 念中 我来问一下 那怎么来 怎么来界定和判定它就是一个靶向性 这个就是生物学的证据 就是外密体 它表面比如有黄色蛋白的 它这个下游细胞上的黄色蛋白的受体 它俩先碰一下 才能摄取这个外密 如果碰不上 不好意思 不接受 不是我家的配件 这就是靶向性的来源 细胞膜上有配体受体 我问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些产品 就已经是靶向性能配好的 因为它是干细胞分泌的 就是要作用于下游的别的干细胞 就是只要是干细胞能分裂的细胞 接受了分裂数据剂才有用 那你要是一个不分裂的细胞 你接受的也没有 如果它面对的是免疫细胞 让免疫调节作用产生 一定是免疫细胞接受的才能起作用 所以这个本身外面体的摄取是一个靶向性 就看这个模型有不同的蛋白 对上号了才能摄取 不管是哪种形式 这四种哪种 都是要有 就像这个就是一种最点击的 受体配直接结合 那这就是靶向性 你这个黄的和黄的结合 你跟蓝的结合不上 这就是靶向性 外面你的靶向我补充一下 然后咱们接着说这个证据这个 那么我们就发现 心脏在远处受到了修复 那这个证据就是证据这个事 外面你中学的情况作用于远段期盘 这都是铁证 国际科学共同领动证的结论 然后这个第二个文献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这个第二个文献它是比较重要的 它呢说的就是外面体在这个 通过一系列实验 正式的外面体对皮肤有透皮作用 以及有肺臭作用 这是首尔大学哈梦人做的这个实验 那么首先呢是发现一 第一个发现发现什么呢 齐带的尖重的干系统 它释放的外面体多 这个没做什么抵褪不是干系统 他们没做什么高端的技术 我们才有他们没有 他们就从齐带的尖重的干系统 那么这个证实啊 这三类系统 一个是齐带来源的尖重的干系统 一个是脂肪来源的尖重的干系统 第三个呢是这个真皮组织里的成纤维系统 它不是干系统 这三类系统当然都能释放外面体 但是一计数发现 还是咱们齐带来源的尖重的干系统 最多 1.23 1.09 这个比它少了一个数量级 那么这是一个 而且呢其中另一种分布 齐带来源的尖重的干系统足够小 你看而且封非常集中 在100或以下这个位置 外面体各位 是越大好还是越小好 越小写 为什么 更好洗色 小了就没扩散了 轻跳就跑得远 跑得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外面体起作的物质还真不用太多 那么几个关键东西到了就行了 你非常那么大的包装箱 没让用 它阻力还大 限制传播 所以越小的外面体越好使 所以你看咱旗带的建筑质干系统不仅多 而且小 这就是优质外面体 是旗带的建筑质干系统比较好 这个后边脂肪呢 就没那么好 因为脂肪是成年人的嘛 不是小孩的 脂肪是成年人的嘛 脂肪是成年人的 这方面要差一些 那成线维细胞它连干系统都不是 那就更差了 你看这风都乱了 都不集中它就外面体 另一方面目都不集中 不单一 那么第二个发现 发现什么呢 它这个两个实验 这个UNCCM 这是上清液 就我刚讲 没经过储能化的外面体 浓度低 然后这个是 你看UNCCM Ezos 这个是经过储能化的外面体 就像我们的P4外面体 就经过储能化 浓度更高了 这两种药本 分别测试了各种生长因子的浓度 这个生长因子 要么是可容的 要么是粘在外面体膜上 那么一测 发现它们基本上分度是比较成好的 一共是上清液力有这么多 基本上都在外面体上 这就说明啥呢 干细胞分泌的上清液力 生长因子的一股是主要在外面体上存在的 而不是可容为主 是以外面体形式为主的生长因子 然后这里生长因子 TGLV的 它也是免疫调节因子 TGLV的 然后HGF 干细胞生长因子 干脑的蛋 但它其实是一个 也是结局组织生长因子 它只不过在那发现 这个BF-GF很有名 叫碱性成线维细胞生长因子 这个东西都是人工合成的 就是生物合成 叫碱性成长 但是这是最主要的 卖量冻干粉生长因子 这是主要的成分之一 还有这边的意义 最多的是表皮生长因子 这两种是人工能合成的 但这些虽然也有个别人工能合成 但是没有这个产业链在 我们就不会发现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以美容院的形式在卖 这两种人工能合成的生长因子 如果单独使用的话 它是很有危险 因为我们这个建筑质干细胞 施胞的外壁体 上面有这么多种生长因子 是不是 它之间 一是种类多 数百种 甚至上千种 有些还没发现的 都存在那里边 但它都有 而且它的配比 浓度 实际上有一个天然的配比 这个配比是非常讲的 一旦这个浓度不对 那么这个干细胞释放的这些外壁体 它里边这些生长因子 还有什么PT-F 血管衍生生长因子 这些生长因子 一定要以天然的配比和种类结合起来 这个东西 这么一个混合的制气团 才能够让我们的组织正常的在上和上 否则的话 只有其中一位BFGF或者EGF 只有这两位的话 没有所有其他因子的配合 这个配合可以是促进 也可以是制约 没有这制约的话 那只有两位 那可能就会出差了 那这个组织再生 它就不是天然的再生 它就会变成鲜维化再生 那可能是你只要用那种冬甘粉 FGF EGF那冬甘粉 大尽量打到皮下 那就是鲜维化组 长出疤痕组织来 鲜维化的是疤痕组织 那不是正常组织啊 那就不是个天然的皮肤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被禁止了 人工合成的受伤因子 是不能往皮下打的 你可以怎么用呢 可以往表皮抹 比如说你这个烧伤了 就需要尽快愈合伤口 那我抹点这个产生疤痕 没问题 但是往皮下打绝对不行 而我们这种 这个混合的天然的受伤因子 配比数量都是天然的 它就能让组织天然的在上 只有在这种配比下 天然组织 干细胞被激活之后 才是正常的分泌 它长出的是正常组织 不是鲜维化的疤痕细 这块说多了啊 就讲生长因子 其实这一篇就是讲的 干细胞分泌的生长因子之际 即是主要集中在外皮体上 然后下一篇呢 就是说什么呢 外皮体通过适中发现 主要在细胞核周围 细胞核周围呢 就是细胞内磁网 这里是生成的这些物质合成 所以这些外皮体 它里边含的蛋白 主要是参与物质合成的促进 那就是 也是在细胞的一种表现吧 然后这一篇 它发现了一次 这是在体外实验 我们发现呢 在体外啊 这个外皮体能促进人的 真皮的结体组织 里边也主要是成年微细胞 及其干细胞 能促进这样的组织里的 胶原蛋白表达量什么 胶原蛋白组成胶原纤维的单体 胶原蛋白多 胶原纤维自然的多 那就是细胞外积极 就是真皮结体组织的栽生 它让胶原蛋白变多 然后呢 主要是这个 还有fiber nectar 这个是网状纤维的 网状纤维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看图 这个是对照组 这是加了外皮体的 你看对照组 多少天之后 四天之后 你看 中间就快空白 长上细胞了 但是不满 但你看 用了外皮体 长上细胞了 说明了它能促进 呈现维细胞的迁移 它不只是让蛋细胞分裂 它能让呈现维细胞迁移 并且分泌细胞外积极 这是细胞外积极分泌 怎么样 这是你的证明 然后呢 这个下一个 就比较重头剂了 这个发现 这个发现 我就证实了一个 人们一直以来的传说 就是外面体能透皮 原来只是传说 有了这篇文献 才是体重 什么叫透皮呢 各位 皮肤分表皮层和真皮层 这个图就是 上面这个紫色染色的部分 是表皮层 它是一个死亡的细胞 称为脚化细胞 或者叫表皮的脚趾层 那么这个脚趾层的脚化细胞都是死的 它们里面是脚蛋白的 形成了一个人体表面的屏障 这个屏障水都进不来 小分的物质 就是物质大于五百道尔顿分子量的 一概也想进来 所以说 你要是磨点化妆品 想进来 有可能 绝无可能 都是西米多 水 补水也补进来 这层只能让水不出去 它不能让外面水进来 那么这个脚趾层屏障在的话 任何化妆品 可以及时兜进去 是不是 那么 唯独外密体 传说它能进 那我们就得好好地找找证据 是不是这能进 那么通过适宗 我们证据了 你看这个虚线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清 这有一个虚线 这个虚线就是 这个真皮层和表皮层的分界 绿色的蓝色是外密体 是外密体上某种蛋白我们染的 那么绿色就代表了外密体就在这 那么经过时间 我们把它放大 你看再放大 红色虚线的这种真皮层这边 我们看到了绿色的第二天 慢慢地进来 对 进来 真从这个胶脚趾层屏上 就真过来了 怎么过来的 这个文章 这个科学研究没有结实 怎么进来的不知道 但是铁证出身 进来 我们观察到进来的现象 你看 确实进入了真皮层 而且数量也不少 就绿色点 就真进来 那么这个 这个实验是 外密体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实验 证明了真透皮 而且这个不是真打印的 不是真穿色的屁股下面 没有破笔 什么都没操作 就是抹在上面的 就好表面一抹 这是什么时候的文献 这个好像是一几年 我忘了 看到吗 反正挺过年了 这就是什么一几年 一几年 对 一几年 对 一几年 那么你看 这个铁证出身 真是透皮了 那么透皮了之后 我们就想 我们当然 这是当初一几年 现在呢 有些家属怎么透的皮 我说一个 我的家属 是这样 细胞表面 就是细胞就是脚趾层 这个细胞 它也是细胞 它是死的 虽然一层一层 死亡的细胞在那堆着 但它是细胞 它有细胞的结构值 它停止代谢 它是死亡了 它的细胞 它的细胞骨样 都在 那外面体 绝对不可能 是从细胞之间的缝隙穿过来的 绝不可能 没那么小 500道尔顿以上的分子 都过不去 每一个那些分子 都比咱们外面体小 外面体表面 蛋白还大 它不可能因为小而进来 缝也没那么大 因为油脂 它就过不去 它是通过和最外面那层细胞的细胞膜 发生的内线 就刚才讲外面体摄取的过程 细胞虽然是死的 我再翻到这边 咱不放麻烦 翻 细胞虽然是死的 但是它通过跟它表面的分子结合成 蛋白质骨架还能动 它又通过凹陷 把这外面体摄取进来了 然后通胞蛋白质骨架一路向下走 向第二层的细胞 它又从第二层细胞 又把它排上去 然后它就这么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这么穿过去 靠死亡的细胞的细胞值 还存残存的骨架和一些能量代谢的东西 在自动的这个穿透 你可以理解为穿墙 我这墙没破 我就直接穿过去 就像一个口袋一个口袋 翻来内翻在外翻 内翻在外翻 绝不可能是从细胞间的空隙过去 就是这么一侧能复安过去 外面体通过这个能力 穿透了胶质层层屏障 这是个假说 目前还没证实 但是我觉得这个假说是比较合理 那么这是它透皮的证据 然后下一个就是透皮完了 是不是能起效果 那当然也可以验证 这透皮 通过影像学 我们证实了真正透皮 铁正如然 之后 下一步就是透皮之后 我们把刚才透过来的这部分真皮层的组织 把它弄碎了 提取了 我们验一验 验一验里边有什么变化 发现 在基因转路的水平上 就是实时定量的PCR 我们发现 一型胶原蛋白表达了大幅上升 超越了一倍 这个白色的对照 这个中间这个是上清液 就是没萌缩的外媒体 右边这个是浓缩过的外媒体 那么发现至少提了一倍 这是胶原蛋白的合成提了一倍 然后发现金属蛋白酶1 这个东西是我们组织间隙里负责降解胶原蛋白的蛋白酶 那么只要它比较多 那胶原蛋白降低就快了 那皮肤就降低了 那么发现这个外媒体居然让这个真皮层系组 大幅降低了MMP1的金属蛋白酶1的表达量 它就说明不降低了 抑制了降低了 那不就维持了皮肤吗 然后这个网状纤维没啥变化 但是发现弹性纤维 弹性纤维也大幅提高 这说明增加皮肤弹性了 那这几个又是铁症 证明不仅外媒体进来了 进来了还起了多余 让这个真皮开始生长 真皮生长有什么后果 那自然就是有皱纹的 让这个这些就是真皮的这个胶原纤维 让里边的成纤维细胞开始合成胶原纤维 把这个缺失的胶原纤维一补上 是不是皱纹就有可能改善呢 甚至于消失 甚至于就是说该产生皱纹它不产生了 是不是 这就是让皮肤再生给你的效果 嗯 可能现在说的这个是期待间中自看细胞的 对 这期待间中自看细胞的 这个实验要做是很费劲的 那你刚才说 如果是用那个脱落的那种 你说体肺不是干巧 对啊 理论上是的 而且我们在实验中也 理论上应该是的 但是我们没做像这篇文章 这么完善的研究 我这是大学最努力做的研究 科学文件 那么刚才这个文件二我就算说完了 皮肤再生我们有铁症 一看着进去了 二进去之后一键里边组织 表达量增高了 那不就是组织的 就组织再生 就组织再生这四分 我就铁症如山 皮肤就再生了 而且 没往下注射啊 是不恶的 那你不恶的 当然你就算真透了 真透了 你看这外边绿的 不都主要留在外边的 那浪费也很大 是不是 那如果说注射扎进来 那是不是就效果更强 完全起作用 是啊 是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呢 皮下注射 我肯定更好 然后下面这个文件呢 其实就是MIR125A 这是个啥东西啊 是个微小RNA 我跟他们讲了 外媒体内部的核档理 最强大的啥 MIRNA 叫微小 microRNA 它起作用的是沉默相关基因 你让这个基因的意识动用被消除 那这个细织细胞就可能会产生再生了 那么这个是指这个实验具体发现是通过这个微小RNA实现的促血管生成过的 这就不细说了 那么证据啊 我这个梅里伯雷太多 就这三篇文件 其实已经能相当反对问题了 是不是 所以说张小姐 王女士 那类案例 含量的 各位想了解 可以为后 跟我们其他同事是了解的 然后就是说这个分离成化 现在的技术了 外媒体 提到外媒体 我们不能不光用上香叶那么low的东西嘛 那太稀了 给它杀 浓度太低了 刺成效果自然差 而且还有培养基成分 那就可以导致过敏的不良化 我们不能用那样的东西 只有进行了分离成化的 才是正终的产品 正终的外媒的产品 那么首先说说 最传统的分这个纯化方法 纯化就是我们把稀的变成浓的 把有杂质的变成没杂质的 这就是这个纯化 或者叫浓缩 那么最传统的方法自然就是离心嘛 离心筋就离啊 用十万计的这个离心筋 十万个计 离上好几个小时 才能最终获得比较纯的外媒体 这是最笨的方法 成分也最高 能耗也最高 这个我们一般不用的 那么第二个方法叫做沉淀法 沉淀法呢 这个最有名的分离液 就是PEG 聚原醇 它的原理是啥呢 这个聚原醇里头 上面这个蓝色的这部分液体是聚原醇 这是离心之后分离的两项 那么聚原醇里比较容易溶解蛋白质 可溶性的东西就是杂质 而像是水酱里头比较容易溶解外媒体 那我通过一笔心 蛋白质杂质都上上面这层了 外媒体都留底下这层了 那是不是 那我就分开了 我把这上面那层 我拿那个烟气把它吸走 扔掉 把底下这层我留下 底下这层体积还缩小了 那浓用自然就上来了 这浓缩了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方法 然后第二种方法呢 就叫超滤法 超滤法一看这字啥意思啊 中文也看过去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个膜 用个膜把外媒体分开 那膜其实也不够好理解 我举个例子 这个东北煮饺子 我们有家伙事 叫照料 知道吧 饺子和汤在一起 我拿照料一捞 照料啥 南方人叫露勺 有孔的勺就是照料 只会大一些 再跟锅一样直径 我们把这个饺子捞起来 控一控 那个汤啊 蛋白面汤 那就是融解了蛋白的液体 顺利口都漏下去了 饺子扭下 干的饺子 那我们要的饺子啥 就是外媒体 那汤我们不要 那可能性蛋白都是杂质 都不要 那么就通过照料一捞 漏勺一捞 把外媒体捞起来了 把汤剩下来 漏一下 那这个膜 它就是这个漏勺 这膜呢 它要求它的孔径 必须比外媒体小 大概是要比外媒体 最小的一面比 是它的3D的空间 那么这个膜 我就能把外媒体捞起来 把可伦蛋白漏下去 这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 那想想 这个膜上 或者叫我们的漏勺里面 都是饺子嘛 那我再倒点汤 我倒多少汤 那就是容多少 那我的体积我能控制了 它浓度自然就能够 可以比不一样 对 我捞的干 我再兑点水 那我就能控制浓度 这个也可以非常精准的控制浓度 获得了外媒体 这是超绿法 这也是非常现在最流行的卖命理浓度方法 当然了 这个膜是耗材 那也挺贵的 然后再有一种方法 叫免疫磁竹法 或者免疫钦合法 就是用一个 我可以理解磁的方法 就是有磁性的小竹 你可以理解为铁球的 小铁球 这小铁球 我给它这儿 我给它粘了一个抗体 这个抗体呢 就像免疫学里讲的抗体 B细胞分泌 这个抗体能特性的 结合到外媒体上某个蛋白 这个蛋白往往就是 cd9,cd8,cd6,cd3 这几种外媒体的固有蛋白 叫装配 它是标记蛋白 是港口的雕蛇 负责装配货物的那些蛋白 外媒体上都得有 不然它的货物怎么装进去 那么通过这几种固有的蛋白 我们去用小铁球 但磁性的 它表面的抗体去粘上这些蛋白 那粘着蛋白 不就把外媒体粘住了吗 所以我这个磁书 这个小铁球上面 就粘上外媒体了 外媒体都粘到这小铁球上了 然后呢 我在液体往下走的时候 再拿个磁铁 把这铁球都吸过来 铁球上粘着外媒体了 所以都粘到磁铁上 然后那些个杂质 没有外媒体的部分 它自然就粘不到铁球上 它顺着手指就溜走了 然后我再把磁铁一撤走 我再把这个铁球 我再获得了 我把它上面的外媒体 我通过消化的作用 或者什么作用 把它这俩再分开 我就把外媒体粘化出来 你像我们的批字外媒体 我们的批字带 建筑的干净外媒体 就是用墙面的某一种方法 都能告诉你们是哪一种 对三种 反正不能告诉你们 然后这个方法我们也用了 这个应该比较复杂 这个是我也不能告诉你 是哪一种产品用的这个方法 那么其实这些话话都说 主要主要就是这些话 然后就是现在我们分离了 我们来检测 我得看看我们分离成不成功 浓度是多少 是不是外媒体 那检测技术其实也有很多种 那么第一种叫Western Blot 它叫蛋白质免疫进去方法 这个主要是科研时候用的 我们生产的时候 是不能有这么费劲和低效的方法 就简单过了 这个是电子铁眼镜去鉴定 那就是眼睛为实 我拿放大镜看 我看了 有外媒体 有几个没数 能够出来了 是不是 外媒体质量形态我都知道 这是透射电子铁眼镜 形态铁眼镜 但这个是P4的什么用的 具体一个P4的 我们统一减一下 这个东西因为成本实在是太高 也不实用 所以像肩中日带细胞的长这样 关节圈里面也有 尿液里面也有外媒体 细胞伤性液也有 不同的形态 做外媒体研究的 这个一定得用 然后现在说到最实用的 我们基本上用的这个 就是说外媒体质的鉴定基础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叫NPA Nanoparticle Tritin Analysis 意思是 其实你看这个图 你觉得这像啥 是不是像个写微镜 这是个写微镜 这是个目镜 这是一个载物台 这是个容镜 风光的 那么这个东西 它就是其实 在一个视野里 我把这个液体倒进去 然后这边我通过一个光 来打这个液体 那么上面每一个泡泡都会反光 这个泡泡一反光 我就能看出它多大 有多少个了 就是通过光学观察的情况 在一个视野里有多少个泡 哪个泡多大 我多统计几个视野 然后就把它算回 有多少个 浓度知道了 体积知道了 多少个知道了 历经实际上都多大 我都知道了 所以这个NPA 历经分析非常有效 是外媒体这个行业 最重要的一种建设方法 你看这外媒体数量 和它的历经分析全都成 这个是我们现在主要用的解释方法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成本就比较高了 这个主要是科研级的研究成用 它叫流失细胞仪来分析 我们都知道 细胞培养传业 那流失细胞仪是家长都有 是不是 但流失细胞仪减的是细胞 这个是特殊的流失细胞仪 可以减外媒体的流失细胞仪 因为一开始我讲的 外媒体多大 30到150的纳米 细胞是1000纳米以上 EV米以上 它比细胞小太多了 那用细胞的流失细胞仪 减这个肯定减不了 这是专用的特殊流失细胞仪 你看简的也主要就是CD63 CD9 CD81 这几种装配蛋白 就我刚才说外媒体表面的固有蛋白 是相当于码头的起重机 负责往里装配的 每一个外媒体一定都有这三蛋白 否则它就形成不了外媒体 外媒体的基本的特殊 对 但它一旦分泌出来 这东西就没啥用了 它是形成外媒体的时候用的 它也是外媒体的一个特殊 如果一个泡 表面也有蛋白 里边有核酸 那反正表面没这东西 那说明它肯定不是外媒体 不是以多泡体起源的 它可能是胃囊泡 那么最后就说一个外媒体冻干保存技术 冻干 这是冻干的状态 叫冻干粉 我刚才说的被禁止的生氧因子也是这个形态 它是冻干的蛋白质 但我们这个是冻干的外媒体 是泡冻干的 那么这个图其实是常规的一个冻干食品的流程 吃不吃为什么 干的什么蔬菜或者果 一点水都没有 其实冻干这个技术 有个冻字 它其实没有多低温 就是比较常规的 不是太冷的低温 它让它干是通过真空来实现 通过抽真空 就让这水就挥发了 最好是先冻成冰 然后再让它挥发 这样能保持一个固体的原有的形态 如果它是液态去挥发 那可能有些个相变的过程 这个液面交接树会有变化 那么一旦先冻成冰 我再挥发 液面交接树就完全破损了 包括我们的禁止双温子层的西方膜结构 外面有过西方膜包的吗 这西方膜如果说液态一点点挥发 它一定会模仑合最后变点 但如果把它先冻成冰 然后再让它气化的话 西方膜结构就完整保存了 所以说我们外面体是可以通过冻干形式保存的 右边里头是一篇文献 做的外面体冻干效果分析 左边这个是外面体直径 左边这两列是外面体直径的变化 黑色这个就是原尺的外面体 那么当冻干之后 这有个最好的 这个是炎草糖是一种保护剂 加了这东西之后 冻干之后外面体的直径没有写出变化 虽然是有一点变化 但是没有写出变化 说明有一些可能是融合的 有少数的确实有模仿融合 就是小泡融合上大泡 这是质量下降的表现 数量减少了体积还变大了 质量下降了 外面越小越好越多越好 右边这个就是数量 具体数量的变化 你看确实这个加50毫米烟草糖 它确实是有下降 但是下降的是可以接受的 至少在50%之内 衰减在50%之内 这个也是50%之内 我们通过冻干 让这个产品保质期和运出难度都得以改善的情况下 这50%的损失是值得的 一米到一米 对 所以我们这保存起来太容易了 甚至于融合好几年它都不会 活性都保持 那么在这种程度上 说明冻干这个基础数可以适用于外面的这个行业 那么基本上 就讲完了 谢谢 各位有什么问题 您有问题 您有问题 今天就到这 您说 您说 现在这些所有都是以注射为主的 不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S秘密 当然可以注射 往哪注射都可以 它也可以 如果是抹的话 怎么都没有那么好 抹的话 如果是表皮的话 肯定是最差的 虽然它能透 但是如果是黏膜呢 就可以更好 比如说眼睛 制成低眼液 我们这个S秘密 是可以制备成低眼液的 制备成低眼液 它也能通过眼睛的黏膜 来实现一个系统 能直接进入血液 就是 X秘密 就是这个抵头膜吗 对 对 抵头膜 抵头膜的这个 母性干系统 这个母性干系统里边是两个X染色体 所以称之为X染色体 母性两个X染色体 孩子不管男的女的 当然女孩也是两个X 男孩也不是XY 它一定是两个X染色体 所以是母性干系统 我们要鉴定的 不能让孩子干系统里边混进来 它功能不一样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第一眼睛可以 口腔舌下结果也行 甚至于这个生殖枪 将女性私密用 也行 男的能打 男的 当然能打 我就打关机枪了 看你打哪里 看你打哪里 对对对 应用的问题 嗯 这个应用来说 这个已经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 一个产品了 看你撞痒吗 可以 看你撞痒吗 可以 可以 现在可能美容院 打一块您 问得非常好 嗯 美容院脸上打一块您 是以外的一个这个吗 不是 那种不是 跟我家合作的是 不跟我家合作的一概 都是 因为这个叫图有 对对对 这样也是 对 外面的大型美容院 你看就连这个 他们都未必有 我们是几乎高费浓缩的P4代外面体 它不是上青叶 很多东西是卖上青叶的 特别你看它外面体液体的 红色的 那一定是上青叶 对 红色是分红 上青叶其实就是培养叶的 对 没听过神话 里面还有咋识的 红色低 还有咋识的 打了就没有个效果了 如果是真往底下扎的话 会过敏 但是你说它没效果 它的效果叫 寥剩余五 它里面有 我们这个浓缩过的 才能做到十 剩余五 就是纯的呗 你这么说的 对提纯了 因为浓缩一百倍 至少一百倍啊 跟那上青叶 价格也不一样 那吃价格也不一样 那上青叶是这个行业最浓的产品 我们是同伴大学 那个从其量别就是 你记住啊 白色带红色的 一概是上青叶 不带红色的 有可能是上青叶 我们这是不带红色的 这黄色的灵黄 那这挺纯的 现在外面体常见的 一般运运哪些地方 最常见的就是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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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把它化妆品 那确实透皮了 那确实比别的化妆品强 那你包多久了 这个包多久啊 这是我讲太细胞那堂课的一个比喻 就是两个汽车空挡溜坡嘛 两个汽车原来一模一样 空挡溜坡完走 这个进场就要摔倒 那么其中一个汽车 我点了一脚刹车 哎 你就慢了半个 慢了半个车位嘛 这个半个车位的差距是终身保持 对 我就比没打不起多的人慢了半个车位 这个是摔倒的状态 那我就比你慢了半个车位 但是它还是在往下抬 那我想慢得多点 我就多打几次 就打开了 一次慢半个车位 一次半个车位 那你说这个动作它保持多久了 其实这个差距是终身的 保持一辈子 对 但是你想 它是不是在还是在往下的 虽然它慢了 它不是倒打 它是杀车而已 左边运现又运美容 是吧 对 这个产品其实主要用于这儿 但我们公司不是 因为我也不打 我们公司现在主要是用于各种局部的腾痛 局部组织衰退 比如说健照园 建筑园 甚至于神经系统 就是失联电网 我们打风吹去 它能够进入血液循环的 也能够通过在血液循环里做 不是局部的了 甚至全身过去 有效法 做于失联 还有各种局部腾痛 包括我膝蓋 西关节的问题 回南天七两年了 可给我口罐了 我东北人嘛 就怕热了 我自己之前有过很多 包括干细胞 包括血条板 外皮体 相关的技术 我都给自己招过 但我发现 现在还是 X命命的效果 目前来说是最强的 是 因为促进分泌 对 促进软骨验生 同时消炎 你看它 它这个东西免疫调节 容源就是它的干性 干性 特殊的来源 跟我们人类真就不一样 跟别的两系列发现也都不一样 容源太特殊了 我们想实现容源这个效果 只能通过诱导多能干细胞来实现未来 但是诱导多能干细胞呢 我上次讲的 不是 它有安全性的风险 所以这是个两难 是 还没有完全突破 对 所以还得等待未来 再找点什么新基础 在几十年后 或者是快了几年后 说明可觉 谁知道未来有啥基础 那一切就是科学 就是共同努力 全是科学家共同努力 那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